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屏东的锦销是出动了上百人次 路空搜救都找不到他 结果过了十天 他却找到的路只独自地走下山 人平安 不过是受了一大圈 锦销人员都大呼不可思议 终于回来了 妻子仅仅抱着宋先生 因为他独自登山迷路长达十天 我就在这地方迷失的 我就在这边迷失的 这期间 屏东锦销出动上百人次 还派出直升机都无功而返 最后他自行沿溪谷走 被寻货 但这十天 只带了一天干粮的他 怎么活下去 喝水 还有 如果说血糖太低的话 我就吃一点芒草 喝泉水很重要 但芒草心是什么 在台湾的野外 经常可以看到这种 比人还要高的芒草 当时他就是靠着 吃这种芒草的嫩心撑过来 芒草心当然是可以吃 但是在中极山以下的芒草心是可以吃 它比较嫩 是可以吃 但是它没有办法很容易吃下去 原来芒草无毒 嫩心可食 像这一块就可以吃 他可能他之前有尝试过这样的做法 因为一般来说 你可能分辨不出来是芒草 或是什么草 所以比较不建议这样子 芒草心并非救命仙丹 消防队提醒 山区迷途千万不能下切河谷 要用衣物或石头摆设求救讯号原地带圆 并保暖找水喝 所幸宋先生爬的只是600多公尺高的山 天候变化不大加上够冷静 才让他只瘦了一圈并无大碍 大碍新闻 陈一真夏宏树屏东高雄综合报导 好 刚刚宋先生提到 他是靠着喝山泉水 还有芒草心一路支撑了10天 专家就表示了 其实芒草的根部有淀粉 确实可以冲击 还有补充热量 另外就是这山泉水也是格外的重要 水分补充让宋先生不至于休克 天气渐渐转凉 在台中市的西边 可以看到很多像这样子的芒草 颜色也由绿转黄 除了鸟类可以拿他们的精来逐潮之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们还可能是野外求生的法宝 从根部把它割下来之后 它根部很肥沃的地方 那个地方其实还有很丰富的一些淀粉粒 所以吃起来它是甜甜的 它就可以获得热量 那当然它就有机会可以存活 绝处也能求生 不起眼的芒草必要时能救命 受困山区水比食物还重要 以70公斤的男性来说 有喝水没吃东西 如果每天消耗热量1000卡来算 体脂肪可以让它存活1到3个月 反过来没水喝的话严重多了 大概一个礼拜 如果没有喝水的话 其实我们开始流失超过30%的水 开始会血压偏低会休克 山区迷路要想办法缩短缺水的时间 否则情况恐怕比你想得更危险 大海新闻国内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国际焦点来看到电子烟对人体的危害 不只是数据报告而已 已经有不少年轻人身体陆陆续续的出现 疑似电子烟造成的疾病 在美国加州的检方便向电子烟厂商提出告诉 全美国目前有530万名国高中生使用电子烟 已经造成公共卫生危机 市占率高达7成的电子烟厂商担心舆论压力 这个月已经先下架最受高中生欢迎的薄荷加味电子烟 国际天灾只要来看到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大雨 迟迟没有停止的迹象 烟水状况更持续了一星期 不少民宅岌岌岌可危 好 画面中可以看到桥下的河水暴涨 还有民宅的阶梯变成了瀑布 警销人员是陆续出动了超过500次救援行动 而财务损失方面光是在威尼斯所在的威尼托区 水换就已经造成大约500万美元的损失 气象预报更显示这场雨还会一路的下到周末 非洲国家奈及利亚动荡不安 原因是他们多数的粮食来源都得仰赖进口 不过现在政府为了要打击货物走私 把边境给关闭 所以粮食都进不来 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飙涨 老百姓买一包十公斤的米 就得花掉百分之十二的工资 走进杂货店才买一家三口的大米 掏出荷包才知道米价又涵涨 纳吉利亚大城拉格斯的市场 人潮熙熙熙落落 因为人民每月基本工资三万奈拉 约台币两千五 买包十公斤大米就得花费一成二的工资 让纳欧米这道晚餐煮得很不是滋味 纳吉利亚十一月中与邻国贝南和宁日合作 成立边境联合军队 取缔走私的大米和日常用品 却带来反效果 邻国边境一关 不仅粮食进不来 还推升奈吉利亚的通膨率 今年十月来到百分之十一点六一 创2018年五月以来新高 除了通膨扰民 大米厂商也抱怨 道路崎岖不平也是大问题 农产品无法从产区快速直送市区 让需求大于供给和价格上涨的问题已久无解 但新闻就不先编译 中东国家伊朗面临的是美国经济制裁 原本伊朗是产油国 所以油价在国内是相当便宜 不过在经济制裁的影响之下 财政大受影响 政府就选择大涨油价 加油和物价都因此大幅的提高 引爆全国上百城镇是大规模抗议 不过伊朗政府的对应之道 是干脆把全国的网路给切断 禁止群众交流示威资讯 加深了群情激愤 用力推击破坏公车停 停在路边的汽车也被纵火 由于伊朗政府15号宣布 上调油价50%以上 并实施佩计 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 大约100多个城镇 爆发激烈示威抗议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 至少106人死亡 境内网路也全遭中断 难以查核真正情况 实际丧生人数可能更高 引起联合国高度关切 根据半岛电视台 伊朗安全部队不只是使用实弹射击 还拒绝将死者遗体交还给家人 还有强迫他们在验尸之前就紧急埋葬 这也违反了国际法 而根据俄罗斯媒体 有三名伊朗安全部队队员 遭到抗议者杀害 对于美国华府声援抗议人士 俄罗斯媒体报道 伊朗当局认为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 禁止对年长者和病患 运送食物和医疗药品 这种国家永远不能宣称 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 大爱新闻女方编译 也是石油大国来看到 美洲的委内瑞拉 政治动荡通货膨胀 粮食药物还有生活用品 都是严重短缺的 百姓苦生活经营不下去 纷纷出逃 此际在当地有一对志工夫妻党 原本也跟其他人一样 逃离了委内瑞拉 不过人离开了心却 紧紧牵挂当地的民众 今年六月他们是再度重返 带着本土志工乱世中 行善祭贫 委内瑞拉本土志工开着车 往贫困社区的学校前行 孩子们引颈期盼 志工赶紧将物资搬下车 总共有33份生活用品 要帮助这些贫困家庭 度过眼前难关 美洲石油大国委内瑞拉 因为政治局势混乱而深陷通货 膨胀危机 今年这个情形更加剧 原本在委内瑞拉经营小生意的 慈禧志工刘延暖和吴染云夫妇 以结束当地生意回到他们的家乡广东 但实在放心不下 委内瑞拉的贫困民众 因此今年6月 刘延暖又回去了 带领当地本土志工持续祭品发放 资工接连在10月和11月 进行机构关怀和贫困学童的物资给予 之前几年跟着刘延暖夫妇 做慈善的本土志工 也延续着这份爱继续在动荡不安的国度 传递温暖 达新闻 委内瑞拉报道 而在菲律宾摘除白内障的手术费用 需要新台币大约4.7万元 对一般民众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 此季菲律宾人议会就定期前往奥默克 为贫困的民众免费看诊 也摘除白内障 让民众的前景一片光明 主着拐杖走路 培雷吉欧不是脚不方便 而是眼睛出问题 眼前一片雾茫茫的 还有老农夫琼斯 自卡白眼前 依然看不到不知如何是好 此季眼科一整 免费为他们摘除白内障 戴上护目镜后 眉头不再伸索 笑容重回脸上 美丽吉欧 nagpapasalamat kami ng marami SatYuchy Foundation at saka kasi ngayon nakakita na yung papa ko at saka yung tiyohin ko kung hindi dahil SatYuchy hindi sila makakita hanggang ngayon mga atong unang semana mam kitinuan ko ng sungkod kailangan kinabi kailangan ito nakakita na saya gaya saya kailangan ang karşı foundation ganagkatabangan nako 上回议诊充实光明的贾斯提诺 特别带来自家果园的丰收赠予志工 菲律宾的议诊标杆 人医会医师石美胜 21年来就拔无数眼疾之苦 身段柔软亲自捧着木款箱 每个弯腰都在为飞南强阵汇聚现场爱心 炽热阳光映照的是闪闪发亮的爱心 还有老中青三代绵延的卷衣人心 戴新闻菲律宾纵客报导 正月上任行早 昨天在新店禁思堂温馨座谈 带您看一位人物故事 慈继志工苏明首他的20年环保之路 走过了先生的强烈反弹 到后来夫妻同心做环保 在先生过世之后 他更坚强坚持地不退转 发愿来世一起同行菩萨岛 我的脚比较短 人比较矮 我的位置要移到最前面去 小小身形却开着三顿半的环保车做回收 慈继志工苏明首原本经营早餐店 受到来店里回收的志工牵引 投入环保志工行列 却受到丈夫陈炳宏极力反对 他很不高兴 他就把怎样呢 把我们的环保踢得满踢都是 我们去把他们回收的时候 他们家的手里 我好像刚刚在那里 把我上 好像我在把他们家偷取的东西 这里外面 好谢谢谢谢 亲自驾驶环保车做回收 多年间时下 陈炳宏终于受到感动 甚至偷偷卖掉家中轿车 购入环保车 2014年罹患口腔爱往生 苏明首兼首丈夫医院 持续做环保 20年来从不退转 他有交代我说 你环保这区块的志愿 你绝对不能断 因为我还要来 来世 还要继续来这个慈继 慈继世界跟你相度 保特平化作爱心形状 刺激环保足迹将满30年 环保志工部分年龄付出己力 为大帝也为子孙 苏三十年前就说 不必拍摸到什么 相手来做环保 本事变黯金 黯金变爱心 爱心化清流 清流的世专求 岁末时节 为清静大地的环保志工 送上祝福 行愿半世纪 步步踏实 共行人间菩萨道 大帝新闻随遇产 叶依林台北报道 专题报道 重工厂 说的是台湾农田 特有的风景 不少铁皮工厂 就盖在农田上 农地破碎化 产生的污染物 也威胁着土地与农作物 可是如果要这些 资本不高的 小型工厂业者 直接签厂 又谈何容易呢 于是今年立法院 三读通过 辅导法修正案 让低污染的工厂 在政府辅导之下 符合环保等法规 就可以就地合法 成效如何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 张化鼎番婆的 水龙头藏油工厂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1300度锡的高温溶乳 还有现场搬杀铸道的模具 这些细杀原料 现场可以说是本层弥漫 相当的炎热 铜定原料被高温融化成铜水 冒出蒸汽白烟 再被倒入沙磨铸造器 等到铜水冷却变成雾态 作业员从沙磨取出 敲掉棉布表面的沙土 此时水龙头粗胚就完成了 厂内每名员工紧戴口罩 因为现场弥漫重金属本城 所有的集成灰都会 会被断水断电 即使厂内的环保设备 符合法规 因为在新修订的工厂管理 辅导法规范下 政府把翻砂铸造 电镀硬染皮革制造等36项 列为中高污染产业 未来不得存在于农地 必须搬迁到工业区集中纳管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之后呢 那就不会有这些高污染浅室的 这些重金属的这个潜在行业 存在农地 进到工业区可能要花上 多上亿以上资金 但是在中小企业 有起家有这个能力来进去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签厂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负债很多了 陈老板的农地工厂 已经投资五千多万 他说一旦被强制迁厂到工业区 自己和家人面临破产 爸爸早上就要先起来开炉 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忽然 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他忽然叫我起床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他受伤 他受伤之后变成 我就接替他的工作 读大学夜间部的儿子 白天在爸爸的工厂帮忙 23岁年纪的他 每天想着 不是跟同学去哪玩 而是如何让爸爸的工厂 脱离旁人的污染刻板印象 慢慢地转型 看有没有哪些设备 可以再慢慢地提升 就对这个环境可以好一点 经济部调查 全台有四万五千家的农地工厂 其中七千四百家 取得临时工厂登记证 也就是说 剩余的三万七千六百家农地工厂 没有执照 属于违章运作的工厂 赚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 现在的罚者很简单 就是只有罚六万块 就是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的罚款 那属于违规工厂的相关的法令 或者是工业法 商业法 因为它就没有办法试用 所以这个也是在法令不周全的地方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 完全拟不出任何 高高污染的前程形线 也不想要认真执行 于是一修再修的工服法 这次明定低污染没有执照的农地工厂 可在修法两年内申请纳管 三年内提出改善计划 落日条款延长为二零三九年 这时间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营运 如果有机会的话 找到不合的工业用地 我们就会尽量搬钱 就不用每天都担心这个问题 要解决农跟工砸在一起的问题 工服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就地合法 它只说你中低污染 我就让你继续留在那里 现有的农地违章工厂 只要被列为低污染产业 可以续存二十年 形同就地合法 事实上就算是中高污染的农地工厂 虽然会被迁厂 但法令没有明定落日条款 也就是说可能回到 昔日公权力不执行的原点 它有高中低污染 在整个土地使用管制上 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我们不太可能跳着管 因为土地的相邻性的结果 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九七零年代以前 政府对于都市以外的农地 并没有限制不能盖工厂 直到一九七四年 通过非都市土地管制规则 依照当时土地使用的现况来订定 换句话说 当时农地上的工厂 还是能取得工业用地执照 像彰化这家电鍍厂 占地四百多坪的农地 业者搭上四十五年前 政府颁布的丁种建筑用地申请机会 提出申请 经过环境评估 然后政府合法证照给我们 取得合法执照 这间电鍍厂和工研院合作 建制完善的污泥回收系统 成为环保署的示范厂商 以前是违章工厂 所以我们都没有去做登记 都没有去做辅导 那未来这个工服法 它这个修正完毕以后 那这些工厂 我们把它透明化就可以透过正常的管理手段 来去这个要求它辅导它 经济和环保可以并存吗 政府中小企业和环团三方一路走来 地场不同意见分歧 2017年初经济部打算拓宽农用道路 串联散落农地的违章工厂 当时画出一个叫做串珍珠计划的美丽大笔 但后来各界反对沦为口号 真正的污染都是地下 政府没有真正纳管 它如果让政府来合法纳管 它要定期不定期的接受来考验 它还要花很大笔的资金 全部把它纳管进去 不是更好吗 数十年来的农地工厂争议 至今仍未解决 农地重工厂的情景 民众习以为常 但可曾驻足想过 掉落周遭土壤的 不再是生命循环的种子 而是工业污染的废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最后带你一块来看 日本东京奥运主场馆 新国立竞技场工程顺利结束 正在做安全检查最后把关 预计12月就能正式开幕 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